这个美国的这个前国家安全顾问 欧布莱恩 欧布莱恩讲个东西 讲到乌克兰模式 他讲到的时间 好像这个 他讲很简单一句话 我讲结论 这个欧布莱恩 这个我本来就在川普的时代 他是最听川普话的一个川普幕僚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蛮犯同的 他今天突然间跑出来讲话 让我也吓一跳 欧布莱恩突然讲什么话呢 他说习近平在冬奥之后就要打台湾 冬季奥运在北京 是春节的时候这个时间点要举行 很快 很快就打台湾 如果照他的讲法是很快就有可能会来进攻台湾 冬奥嘛 北京冬奥 马上就过完年 过完年就会来打台湾了 春暗花开 因为他们这是国际大学者 他现在在野了可以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那我不敢讲说讲完全错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在谈谈谈国际政治的人啊 有很多变数 这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 因为习近平也是个喜欢闹事的人啊 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概念啊 从过去十年来你看到从整个从英国脱欧啊 然后从这个习近平的中华民主委大复兴到日本去拜靖国神社 那台湾搞这个台湾在搞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然后美国搞American first 这些 然后包括川普现在要 普丁要搞的他在 要恢复他俄罗斯的荣光 这些事情都整个串起来都叫什么 叫做民主主义 为这个国际政治的主流 不管是极权国家 或是在民主国家 都在就本位民主主义啦 那台湾最悲哀就是说我们因为小国 我们夹在两大之间 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进党的政治是推翻我们不是中华民国 我们不是中华 他对中华民族没有做正式的回应 但是他对我们不是一个中国这个事情 非常清楚的拒绝 所以刚刚的这个前一段的这个段一康呢 就故意把我们讲到一个中国上面来了 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现在问题我要讲这题什么意思呢 乌克兰这个事情 我从乌克兰的事情看到几个心得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心得是什么呢 普丁要打乌克兰 对不对 普丁要打乌克兰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乌克兰本身从分裂之后 就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坏 就开始分裂 然后从头到尾 乌克兰想要参加北约这个事情 就是个假议题 北约从来没有欢迎他来 你说那些北约包括那些欧盟的国家也没有欢迎 也没有欢迎 也没有要欢迎乌克兰 从来到尾就没有这回事 然后呢 这个乌克兰本身啊 也没有提出申请 你知道吧 就是你提出申请 然后我这边也不见得会同意你 然后结果有小布希那一年呢 突然间发神经病 他邀请乌克兰参加这个北约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普丁很弱 非常菜 你知道吧 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很弱 所以他就要去北约东扩这个事情 就是在俄罗斯最脆弱的时候 被东扩了 你知道吧 这概念是从这样开始的 所以就一直在欺负俄罗斯人 讲简单的 一直欺负俄罗斯人 欺负乌克兰啊 欺负乌克兰 不是 最早的欺负俄罗斯 对不起 把俄罗斯欺负到很惨的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现在有钱了 俄罗斯现在的财力雄厚的越卖石油了 各方面都成长了 被普京搞起来了 所以开始反弹了 开始修理他 好 那我又讲一个 我讲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看他比较恐怖在哪里 你知道吗 第一个 我看他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说 乌克兰的事件 在比利时 在日内瓦谈判 谈判呢 有美国代表 有北约代表 有俄罗斯代表 没有乌克兰代表 国家的命运是由大国来决定的 北约这些强权来决定的 对 这个就是 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就吓一跳 要我现在请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一直 一直在往美国选边站 就是这个谁 这个叫做拉拔讲的 邱一人讲的 我们不抱美国人大腿 我们抱谁的大腿 就是民进党路线就拼命去抱美国人大腿 抱美国人大腿可以 我同意你抱美国人大腿 但你可不可以能够稍微左右逢源一下 因为我们国家太小国了 小国到时候很简单的 他们在北京 中国跟美国在北京 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或者他们在华府就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通通不知道 我们过去 当年的这个中华民国 就被亚尔拉命运卖掉了 对不对 那我今天看到的这个 欧布莱恩这个讲法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习近平会不会观察这个事情 当然会 他在看你这个事情怎么发生 美国怎么反应 我就会创造一个 他下次要处理你的模式 我要讲的在这里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会造成习近平有一个动机 他本来就有动机 他有出现说 美国是这种情况的美国 那这种情况美国 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个求人不如求己 台湾如果现在是在压美国这边 我们现在刚刚刚刚讲的 这个蒋军国这个所谓的保台 保台路线 保台路线前面两个字没有讲 就是抗中 他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就是亲美抗中保台 那亲美抗中保台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知道吗 就是押一个只押美国 只押单边 重押美国 对那对台湾最好是什么情况 两边左右总员 对 其实我们是小国 那刚刚刚这个董事长讲的没有错 这个欧布莱恩的这个道理 或者是他接受这个 他应该是在Fox 我忘记了是哪一个电视台 在美国的电视台接受访问 对对对对 对他的道理 或者他的理论 其实跟董事长刚刚讲的 也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看习近平正在观察 乌克兰的状况 如果说今天俄罗斯小部分的 因为他在边境 已经集结了十万大军了 如果他真的小部分的 入侵了乌克兰 也就是拜登口中的 小规模入侵的话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他有可能 欧布莱恩的意思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前顾问 他说可能习近平也会在这个时间点 小规模的入侵台湾吗 或者真正把手 就是我们很担心的两岸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军事的变化 他有没有可能在冬季奥运的时候 真的来进攻台湾 这是我们大家很害怕的 那当然欧布莱恩的假设 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可是有没有可能 习近平真的在观察 相信有可能的 中共犯台 中国解放军武力犯台的方案 备案都做了很多了 方案很多 我现在讲一个 我们跟乌克兰不一样在哪里 乌克兰是个平原国 他有从乌东地区 就现在的俄乌边界 就直接就用募军就可以侵入了 另外更可怕的是 乌克兰是欧洲最大的股仓 所以他整个来讲的话是一个大型的平原国 然后人口来讲的话就4000多万人 人口数许是不多的 然后俄罗斯的有1亿多人 所以他跟白洛尔斯现在在演习 如果他从白洛尔斯攻进去的话 打到基辅大概一天就打完了 一天就把基辅打完了 所以这个情况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有天险 又有台湾海峡 你要打台湾海峡这个事情 目前共解放军是没有能力的 目前 你觉得解放军目前没有能力 目前没有能力 因为打台湾海峡 越海攻击的时候 所面临到的困难度会非常高了 而且平常心讲 这个解放军现在所有 他们之所以说有力量的部分是A2AD 就是封锁西太平洋 他们只有他们的二炮部队 他们的飞弹部队有这个能力 其实他们的空军也不是很强了 都相对性而言 数量很多 实际上并不是很高 所以台湾目前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被犯台的危机的 我认为 还有背后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两个有一个很恐怖的国家叫日本 日本是曾经在打过这个亚洲打过大仗的人想要做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的这些军国主义或是其右派的这些家伙非常喜欢闹事的 所以他们非常想要打仗的 所以原来的亚洲的霸主是谁 是日本人 日本人会想要来找中国人麻烦 但我要讲的不是在讲说我们的情势目前 不是在讲军事 我在讲不讲军事 我在讲说在冬奥之后 我们会被澳洲人说要打台湾这个事情 我认为不存在 你认为不存在 我认为不存在你知道吗 但是台湾人有没有心理准备要如何来处理中国的问题 蔡英文并没有处理 因为我还是讲的左右逢源 左右逢源的情况之下 能够保住我们一点点的主导性 我讲的比较悲哀一点 我今天有跟这个怡君在谈说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红在Netflix 叫做华灯初上 那里头是讲的我们六条通 就是条通那边的一些酒店的文化 中山北入 妈妈桑 像苏妈妈啦 Ross妈妈啦 你看这些妈妈桑如何 因为他们其实是势力是很小的 他们如何在譬如说一些来客 这个来电的客人 他们可能都是一些就是有钱人啊 或巨商这个巨骨啦 他们怎么样在中间这样穿梭 然后拿到最大的利益 也就是左右逢源 借力实力 其实我觉得菲律宾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看以前马可氏家族 他们完全全都是听美国的 完全是听美国 美国在那边建这个 基地 对军事基地 然后要什么给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可是后来来了一个很crazy的人 就是现在的总统 菲律宾现在的总统 叫什么 杜特帝 杜特帝 他就很crazy啊 美国人反而拿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杜特帝他某种程度 他跟中国也好 跟中国有一点建立一些关系 那我觉得就是我想董事长 或是我们大家还有这个 华董的感觉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用我们最小的小国的杠杆的原理 台湾有很多筹码 譬如说台积电晶片科技 那要怎么样用你的这杠杆的效力 去在两国中间拿到一些好处 看起来蔡总统 蔡英文至少我看不出来 他有在用这些手段 没有 像妈妈桑啊 妈妈桑 因为华真书上的电影我没有看 但是我是调通的消费者 哈哈哈哈 我在调通也唱 这我可以证明 真的吗 我是消费者 所以妈妈是不是都很厉害那些妈妈妈 我碰到的都还 我们是消费者 消费者只要刷卡买单就好了 吴董你敢这样讲吗 那个大嫂会不会听到 大嫂听到 不是我全世界都知道我跑酒店 没有问题 跑酒店正常了 对不对 可是我是特别跟你讲说 我调通也有丰富的经验 你知道吗 我不关系 所以华真书上的电影我没有看 吴董老司机了 调通VIP 所以我就说我认为台湾的太小了 我们看到乌克兰这种悲哀的命运 大家在开会决定你这个国家怎么办 什么玩意嘛 那以后就美国跟中国在谈说 他会叫我们去吗 不会 我们上不了桌 你懂我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学妈妈赏一样 我们就学妈妈赏 我们能够左右逢圆 对不对 你这个我帮习近平按个膜也可以 然后帮这个川普捏捏大腿也可以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不要打仗 我们两边都能够保持一个OK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个大家不要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建议就是说 就是蔡英文 我不是要侮辱女性哦 不是要侮辱女性 我刚好是调通的消费者 我是也接着这个前子刚刚的讲法 就是说蔡英文应该要两边押注 应该要两边左右逢圆 左右逢圆尽量找机会 那左右逢圆的机会的话 就会比较让我们不要那么辛苦 一天到晚国外都被打仗 冬奥过就要打你了 中秋节过就要打你了 叫招也不用那么长了 搞什么东西嘛 我就觉得这个太离谱了 而且很担心我们确实会像乌克兰一样 被在别人的谈判桌上 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台湾的危机